比如有些求人说 那你是这么钱 你还不安全 你不安全是不安全 那我还过还不爽呢 那你拿出点钱不行 于是你发现是 它是进入某一种循环当中 对 就撕扯不开了就是 这个恶性循环就是说 你拿出来 哇你原来这么有钱啊 你赚得这么少人 你赚得这么少人 而且你看你看 有亏心吧 有亏心吧 对不对 对不对 你将来这个 你原来这个 所以你越是这样反应 那他当然越不肯 越不肯 所以说还是闪了好嘛 对 你不要变阴酸就行嘛 对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实际上这个大饼 并不是说不可以做大的 并不是说你拿出来我就好 你你你你 就是说 好像我 我要好 只能你你少一点 这个就是说 有一个办法可以做到 对大家都好 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最近有一个很小的细节 但是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个信心 你看这个深圳三十周年的 纪念大会 在胡锦涛主席讲话之前 请了几个人上去讲话 嗯嗯嗯 你看到没有 并不是广东省委书记 并不是深圳市长 而是王传福比亚迪的董事长 马化腾 腾讯的新任总裁 呃 傅玉宁是招商 他代表国企 另外还有李嘉诚 换句话说 请了四个资本家 嗯 这个在国内中心社报道 除了李嘉诚之外 其他的名字是没有的 嗯 只说各个机构的负责人 嗯 为什么呢 为什么在这么一个挂了红旗的场合 找四个有钱人上去 讲 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很很微妙的 有符号意义的 对 我觉得就是说 那到底说明什么 对不对 客观上 我不知道人家的友谊是什么 但客观上说 有钱的那个企业家 富人呢 他们在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当中 也必然会渐渐的浮出水面 对 所以这个地位在提高 对 那么这种地位提高 会参与 意味着他的安定感 安全感会在逐渐加强 对 对 然后呢 他才可能去捐钱 对 然后他就去比尔盖茨那里吃饭了 我听明白你 你说白了 中国县富人捐钱还不是使用 是使用 你是第三个观点 不是一天两天可以 就是逼出来的 就是说你这个逼出来的钱也没用 就是不能用 就是这个道德审判这个办法去逼钱 中国这个要 我最终目的要让大家都过好日子嘛 大家都过好日子 不是说是逼谁拿出钱来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你客观上来讲 中国现在富豪已经很多了 他们按比例调查出来 已经是根本是完全世界水平了 对 但是这些做生意的人 在国家政治生活当中所起的作用 还是前面 是比很多国家都要小很多 跟香港 跟日本 跟美国 他们要小很多 那么这个现象是怎么造成的 为什么会造成 很多很多的原因 那这个吃灯饭 只是其中的一个消息 古井贡酒特约之 枪枪三人行